李陈威尔利饰演黄妙珠的他身份大起底!私底下的他超火辣! 有看拿督威拉李宗伟的自传电影《李陈威尔利》的观众一定对里面的演员充满好奇吧! 虽然这部电影不是由李宗伟本人出演,但依然不见大马人对着电影的支持! 在上映一周后就破票房!电影讲述李宗伟的羽球生涯,为了让电影看起来更逼真,导演特地在全马进行角色排选,势必要找到和李宗伟长得像像的人! 黄天不负有心人,经过多次排选之后,导演终于找到饰演李宗伟最适合的人选! 曾官员!不仅饰演李宗伟的曾官员和本尊长得非常像,就连饰演黄妙珠的演员也长得超像! 在电影中饰演黄妙珠的是潘思慧,是一名素人演员! 网友都说潘思慧和正牌黄妙珠长得超像,就连李宗伟和老婆黄妙珠看了,都觉得超像! 其实,潘思慧是在马里腾导演的电影公司上班,也有参与幕后面试工作,最后是被李宗伟的哥哥拿督李宗顺相中,才有机会在电影演出! 潘思慧在电影中饰演长相清秀,文静的女孩,在李宗伟的羽球生涯中,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而在现实生活中,潘思慧是一名非常活泼开朗的女孩,对跳舞有着非常强烈的热忱,也参与过不少的舞蹈比赛。 潘思慧傲人的身高,在团圆中显得非常特殊。跳起舞来非常有劲,完全不输韩国女团啊!